我们现在把海拔再往第一点走 有些课本写2500到3300 有些课本写的是2000到3500 因为不同的三可能气候微微不同 但在这个范围出现了台湾分布最高的树林 叫做真夜林 很冷哦 这个冬季温度低于10度 然后它就是台湾海拔上的森林线的位置 真夜林当然它的植物是真夜树 就是所谓的冷山 红块 二叶松 球果 球果是它的生殖构造 它没有果实 因为它是螺子植物 球果里面就有种子 种子是一个一片种子 然后有一个翅膀 螺子植物的种子 几乎都是锋利传播 所以都有个翅膀 掉下来就像螺旋桨要飘走 那因为这边还是很冷 所以动物也跟刚刚的草原差不多 没有特别多 那我们来看 这是台湾的一个有名的植物代表 叫台湾冷山 它是结一物种之一 那这样上面拍的真好 代表它的纬度 它的海拔真的够高 所以有时候会有结冰的现象 所以冷山的球果上竟然结冰 果然冷啊 叫冷山 不过这个冰的样子 也太像鼻涕了 有一点像 然后太阳出来 就开始融化 更像鼻涕 冷山 那以上就是台湾的高山真夜里